現在用VBA完全不需要 第二個是說開發的方式 最後做出來的結果 其實跟大型開發工具 也不會遜色到哪裡去 所以其實它是一個還蠻好的解決方案 請你等一下把這個打開 然後再做什麼事情 按確定之後它就出現了 第二個請各位 再去開啟 Visual Basic 實際上我們以後要開發東西 都要靠它 所以開發人員裡面 這個東西 不過打開來之後 基本上 我建議你先把它縮小 縮小 理論上這邊都可以往下 往右 記得不要把它關掉就好了 因為你關掉的話等一下就蠻麻煩的 那怎麼開始 第一個模組 本來沒有我把它移除掉 就好了 本來你們的環境應該是 長得像這樣子 也就是說呢 打開之後 這邊有個專案 有個專案 那這邊是專案總管 如果你要開發旁邊的東西 請記住 第一個按右鍵 插入一個什麼 模組 也就是說 以後 即便你要從我雲端上面 複製貼程式的話 一定要有一個模組 一定要有個模組 OK 在這邊 這邊就會有個白白的畫面 就把程式寫在這邊就對了 那特別注意喔 你也不要說一直插入模組 兩個 想說三個 還不夠 因為有些同學這樣 因為他被這個遮住了 他已經有了 可是他不知道 他就一直插入 我看過很多 他有一排十幾個都有 不需要 因為你們入門階段的話 只需要 一個就好了 不然會怎麼樣 可能你這邊寫一點 按那邊寫一點 這邊又寫 最後什麼都找不到 只要寫一個 除非說將來呢 你越寫越多 你可以分類 不同的模組 可以給不同的東西 那下面的名稱可以做變更 Module的名稱 比如說不一定要叫Module 1 你可以叫什麼什麼其他名稱 所以如果你多了幾個沒關係 請你把它移除掉 移除掉 這樣剩一個就可以了 移除 那再來就是說 你們可以試試看 其實基本上 我們的 我剛剛寫的程式 這邊有個門號 頭的話一定是 sub開頭 尾巴的話一定是 End sub 所以頭尾在這裡 這個就是一個完整的程序 清除在下面 所以你可以把 門號跟清除 sub到End sub 部分 把它Ctrl C 然後試試看一下 其實說真的這個地方可以把它貼上 不過基本上 你的字可能會太小 所以你可以從工具選項裡面 撰寫風格 預設好像只有9號字 你可以把它改成 大概12號字 看起來會比較剛好 做完之後 你可以稍微說一下 然後移到旁邊去看看 這樣子 然後呢 請你執行 怎麼執行 游標放在 程序的中間 按下上面的執行 他也可以 不需要 增加按鈕 就可以執行 執行給各位看 比如說這邊 按執行 有沒有 清楚的 這邊加門號 門號就出來了 那當然你如果說 你有經常使用的話 你就可以再加按鈕 但是如果你不是經常使用 比如說你只是要解決一個問題 產生某個資料的話 那你就直接按一下去就好了 你就是最後的東西 再把它拿去使用 就解決了 不一定說 百分 不一定說一定每次都要按鈕 然後 好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先試試看 因為這個畢竟對各位來說 是有點陌生的 那請各位先體驗一下 幾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 開發人員 第二個 Visual Basic 插入模組一個 再從雲端上 貼上 這個 End Sub 這個 End Sub 再用這個執行看看 我們等一下呢 就是先教各位 這個是怎麼產生出來的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所以VBA基本上 就是兩個比較重要的 一個是程序 Sub 一個是Function 是你制定出來的 OK 試試看 呢 呢 好